台湾网球好手卢彦勋参加了总奖金62万美元的ATP巡回洛杉矶农夫经典公开赛 27号下午以直落二的成绩轻轻松松的解决这次比赛的第三总子球员顺利进入前八强 在今天的体育特派员时间 多森美洲新闻团队要为观众朋友来分析卢彦勋比赛的最新状况 谢谢主播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在洛杉矶的ATP的UCLA的校园里面 那当然这边进行是所谓的ATP在洛杉矶的一个公开赛 那卢彦勋在今天打出了相当好的成绩也闯进了前八强 那我们现在有这边现场也集合满多台湾同学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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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感受到其实这年轻人真的是活力四射 那当然他们今天也相当开心的能看到卢彦勋进行前八强 我们就来看一下刚刚卢彦勋在这个接受访问的时候 我的记者会长到底谈了一下今天的状况自己怎么样 当然这场是就是我在受压迫性的时候 我还是就是能够冷静或者是到位的能够把把球处理回去 然后等待下一个机会下一个机会下一个机会 那球一短之后我也有机会踩上去或者是就是进攻往前 然后来得分 所以我觉得说这是这场比赛就是说一个资深的一个一个蛮关键 那当然我的体能状况也好 我的心态中看我觉得都还不错 然后也不会觉得说很疲倦还是怎么样 那这当然对我来讲都是加分 很加分的 当然越多台湾的观众或越多支持我的观众 来帮我加油的话那一定是 对我来讲是一定非常正面然后有加分 那我也蛮很感动 因为我其实我都知道说洛杉矶有很多 不管是台高华侨也好 我觉得当然两年前来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多 可能那时候成绩没有那么好 那当然现在有看到我觉得说真的是不错 那我自己也觉得说在球场上面应该就会觉得 更要去努力啊更享受 就是希望能够表现好的一面给所有的观众看这样 好所以大家可以感受得到 他们真的对球场打得很好 成绩其实相当开心的 那陆渊勋尤其在这次比赛里面 我们刚才了解到他整个身心的状况 其实调整得非常好 因此在之后在对上之后的选手 他获胜的几率其实非常高了 那他也说他相当的开心 能听到这些台湾球迷用中文帮他做加油 因此也希望能更多的华人球迷 会讲中文的都在这个UCLA的现场 帮他加油 最后当然我们的希望呢 大家能达到冠军了 这是最好的一个状况 这是我们王翔良英雄文 来自UCLA产品报道 先把现场交换个棚内